美中角力不斷,美國輔助卿,被訪港戶 中大撤粉案,三被告脫罪,前學生會長,斥檢控,很荒謬 大課易難救TVB,宣布裁員5% 胡潤富豪榜李嘉誠排名微跌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時,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25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中關係陷入冰點之際 港媒週五24日報導 美國國務院阿蒂副助理國務卿、中國協調辦公室主管華志強 日前秘密訪港後,轉抵上海訪問 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鋪路 有分析指,在目前中美監獄的局勢下 即使布林肯能成行,中美關係也難以破冰 港媒《星島頭條網》24日報導 獨家熟悉美國國務卿、輔助卿華志強 上週日至週二,19至21日左右,曾被訪香港 約見了一些中國通和商界領袖 之後轉往上海繼續訪問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官網23日披露 美國國務卿、中國協調辦公室主管華志強 3月22日在美國駐上海領事官員的陪同下 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現任同前任所長 陳東曉、楊潔面進行對話 就中美關係等議題深入交換意見 但並未提及談話內容 這是去年12月以來 美國高級外交官首次公開訪中 但華志強訪說,訪華行程都未有披露細節 在這次訪問中 美國東亞企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 《國家安全》會議中國與台灣事務高級主任羅森帕格 則前往北京附近的河北郎房市 進行布林肯訪華之行的籌備工作 星島頭條網說,華志強此行 被外界視為為國務卿布林肯訪華鋪路 布林肯原定在今年2月5日至6日訪中 但在其成行前夕 在美國領空發現了中共的間諜氣球 美國當局指該行為侵犯了美國主權 並違反國際法 擔心布林肯若預期訪華 討論的疫情將大幅收窄 不過華府也表示 布林肯也會在情況許可下盡快訪華 然而近期美中角力不斷 雙方關係已接近徹底翻臉的地步 在這星期一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俄羅斯進行了為期三日訪問 中俄雙方簽署聯合抗美的聯合聲明 習火惡當日 北京當局突襲了美國一家調查公司的北京辦事處 5名中國員工被捉 業務被關閉 此前一日 中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署 邀請了各國駐港領事 商會訪問台灣區 但卻唯獨沒有邀請 最大的駐港外國領事館中的美國領事 美國、巴克內爾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朱志群認為 在目前國際局勢下 即使布林肯訪中之旅得以盛行 中美兩國關係破冰的可能性亦不大 訪問的重要性 是在於保持兩國高層級溝通管道長通 但基於雙方在台灣等關鍵爭議上 立場南緣不切 可預期會面不會有實質性的成果 象徵意義將大於實際意義 前中大學生會會長歐卓熙和其三名學生 被指2021年1月開學日 在保安檢查站呼籲學生不必展示學生證 期間推跌鐵欄和向保安灑白色粉末 遭控參與非法集結罪 歐卓熙和其中一名學生24日 在沙田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案情說 曹德熙、歐卓熙、梁逸熙和梁浩衛等4名被告 2021年1月11日在港鐵大學站A出口處 近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的出入口保安檢查站 參與非法集結 曹德熙早前認罪 被判監6個星期 梁逸熙在這月初被裁定表證不成立 或當庭釋放 歐卓熙和梁浩衛則表證成立 需接受審訊 歐卓熙與梁浩衛的控罪爭議 是兩人在案發後兩星期才被捕 而控方無法證實兩人有份參與 裁判官朱文漢裁決示說 舉證責任在控方 要達到毫無合理疑點才能定罪 為控方呈堂的閉路電視片段 無法肯定被告是前往案發地點 也不等於有參與搗亂行為 而歐卓熙被捕時 檢取了一件紅色中大連武衫 亦在中大校園內沒有讀特性 控方無法證實被告身份 加上兩人並非在現場被捕 難以在毫無合理疑點下定罪 裁定兩人罪名不成立 歐卓熙離開法庭 說他這幾天都讀陳建文的獄中書簡 一旦罪名還押 會重看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 他形容自己獲判無罪 只是幸運 不代表香港不存在司法不公 他批評控方在薄弱的證據 無斷的估選下 依然堅持提告 整件事其實很荒謬 也浪費了我們很多的金錢和時間 歐卓熙也說 這一刻有很多香港人正受漫長的司法程序折磨 呼籲香港人繼續關心他們 至於被問及匯防擔心 律政司上訴時 歐卓熙回應說 我都不想得那麼多了 畢竟現在的香港真是甚麼都有可能 電視廣播有行公司24日向員工發出通告 因應電視市場大環境不佳 將引入優化成本土資源管理方案 裁減5%員工 以削減2.6億元的年度營運開支 電視廣播行政主管許濤 24日早上向員工發信提到 疫情和抗疫措施對經濟和市場帶來巨大衝擊 加上電視業面臨新時代洗禮 決定引入一系列措施改善管理成本 希望節省2.6億元的年度營運現金支出 包括大幅調整節目製作預算 轉型舊有節目製作模式 未能達到預期收市和經濟收益的節目將被終止 以及降低對外判工作的依賴等 信中還提及公司人力架構亦將調整 終止部分職位 整體遣散5%員工 根據公司去年中期業績公告 集團共有3907名全職僱員 若以此推算 接近200員工受到影響 許濤形容是艱難決定 但相信這個決定 是能被公司保持競爭力的必須措施 無線電視在香港成立於半世紀 開台後獨霸香港電視業數十年 是香港的大台 但2015年 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 有中國媒讀之稱的黎水光 成為無線的大股東和進入董事局 聘請親政府人士致新聞報 其新聞報道的政治立場長期親共 民間批評聲音越來越大 TVB被棄稱為CC 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無線被指屢屢隱瞞不報政府醜聞 高層多番要求新聞報 刪走對警方不利的片段 報導內容多次被指 實實和誤導 引發市民強烈不滿 組織和發起杯葛行動 其收視率和廣告收入不斷下跌 1980年代上市的TVB 曾經是香港藍籌股之一 但公司股價近兩年持續下市 歷時伸低 去年10月更低建2.66港元 這個月初 TVB全速與淘寶合作大貨 股價一度大幅反彈 但到月中 TVB發言警 指廣告表現疲弱 和需要就舊有投資減值 去年虧損擴大至7.9億至8.3億港元 香港浸會大學前新聞系助理教授 杜耀明對自由亞洲表示 無線電視自從被中資控制後 在香港和大陸也兩面不圖好 一方面新聞報導 屬官方角度 另一方面只製作方程式劇集 不符合主流 而且商業價值低 令各方面收益削減 日後恐 空多吉少 杜耀明還說 近年香港電視製作 也有政治限制 而且觀眾習慣改變 加上有其他媒體的競爭 無可否認電視廣播已走向衰落 即使一台獨大 也無法壟斷 這個台只會越來越少 英國智庫 ZN集團日前公布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其中紐約保住榜首位置 倫敦和新加坡繼續分裂第二、第三位 香港則維持在第四位 這次調查參考 10252名金融專業人士的 61,449項評估和量化數據 對全球120個金融中心進行評估 報告顯示 在綜合競爭力和排名方面 紐約有760分排第一 倫敦有731分排第二 香港的整體評分為722分 比上次調查下跌3分 雖然新加坡同樣下跌3分 只得723分 但和上次報告一樣 比香港高1分排在前一位 在金融科技中心排名上 紐約保持領先地位 其次是三藩市 倫敦上升1位至3位 而深圳上升3位至4位 香港比上次下跌4位至14位 落後於上海8位 新加坡9位 北京11位 首爾12位等其他亞洲城市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 自2007年起 由英國 伊斯汀英集團 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在每年3月和9月聯合發表 在最近的一次報告中 同樣是紐約和倫敦 圍列12位 但新加坡 擠下香港 圍列第三 香港屈居第四 另外 胡潤研究院23日 發布最新胡潤全球富豪榜 本港排名最高的富豪系李嘉誠 以2415億港元 全球排第39位 比2022年下降兩位 此外 隨著富豪保險再次衝擊上市 其次子李澤佳 財富大幅增長至600億元 威列全球第255位 95歲的李兆基 財富下降12%至1550億元 位居全球第59位 比2022年下降5位 全球方面 奢侈品之王 駱威明軒集團74歲的 柏納德·阿諾特財富 增加3,800億港元 以1.5萬億港元 首次成為世界首富 52歲的馬斯克 下降1位至第二 財富1.15萬億港元 比去年減少3,700億港元 大陸方面 69歲的中閃閃財富 下降4%至5350億港元 蟬聯中國首富 全球第15位 和去年保持一致 2022年有445人落選 互潤全球富豪榜 是列年來 落榜人數最多的一次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您的收看 再見